今天没有开车 今天坐车 今天打了一个Uber 那个上午的话 因为太忙了 做一个audition 原来是没有计划做的 但是那个audition特别重要 所以的话就是 早上一直在准备 然后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戏的 call time也比较晚 是两点多 所以的话我就说有时间去做 也是花了蛮多时间 我从八点半开始 一直做到了一点多 才做完 然后我还发给经纪人去看 但看了之后 还给我提意见 然后想要修改 根本没有时间了 然后赶快回家吃饭 吃饭就自己开车的话 我怕脑子里想的事情太多 不安全 然后就打了你车 所以今天是在路上去 纽约电学院的那个骗子 然后是第一天 然后明天还有一天 他们一共拍三天 我都洗修了两天 然后到了这个线上 再跟他一起拍一拍 让大家看一看 小心了 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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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进入Carnus Avenue 然后可以记得 就是这个教堂 就是这个教堂 你看看 这样的场景设计 你能猜到是什么题材吗 前面的戏也一直在重复的拍摄拍完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 在等的时候 我就又在看我的台词准备 因为我的词特别多 这场戏里面词特别长 准备准备准备 漂亮 エコ takes 6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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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场景 这边服装给我准备的衬衫 有点不太可惜怪怪的 在这边已经来了 两个多小时了 等了很久 下一场戏很快就到我了 这边 旁边就是一个教堂 那边旁边就是Netflix的大楼 这是一个教堂作为一个学校 又过去了快两个小时 这是一场在治疗室的戏 你看这个同学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 然后很快我就要出场了 然后你看现在灯光一变 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待会我要出场了 你对得起学校吗 你对得起我吗 你怎么能做出让你父母失望伤心的事情 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你对得起学校吗 你对得起我吗 现在大概是晚上的十点 中过一些 刚刚拍完最后一场 然后出来打了个车 OK今天就这样 然后明天我们继续分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